楊丞琳8日一生粉嫩 出席代言活動 難得能與粉絲見面 心情看起來相當不錯 昨天其實工作到非常晚 然後睡的時間大概 五個小時左右 可是我是非常非常期待 因為知道他們都很想我 然後我也會很希望 可以讓他們看到我很開心 不過日前才二度被爆 耍大牌狂改劇本 導致藍政樓行程被耽誤 讓丞琳當下忍不住 被網絡發聲迷虎來大喊 今年特別犯小人 有親人是有點越多 那我只能往好的方面想就是 可能 曝光量真的太大了吧 一笑吱吱 對 所以現在都看得很不開就多了 看得很不開啊 因為我還是一個 還蠻實事求是的人嘛 然後我本身也是 是非很分明的人 所以當然一旦看到一些 不利於自己的報導的時候 還是會不舒服啦 簡單說 陳琳其人紅是非多 而說到曝光量 最近陳琳出席的活動 真的是多到不像話呢 你還會再見到我嗎 你說七月份嗎 好像會耶 你完蛋了嗎 放心 今年已經過了一半了 所以大家還是會再看到我 不僅是廣告 作品一定會有 那我們就好好期待 陳琳之後帶著作品 跟大家見面囉 大家還會再見到我